昨天台北捷運頂溪站的郭信副站長 意外跌落了電伏梯而不幸的身亡 今天一大早發生事故的一號出口電伏梯 已經拉起了封鎖線,禁止人員進出 而後續相關的責任歸屬或者是賠償問題 目前還有在檢方還有勞檢所來調查 不過這起意外也讓民眾對於電伏梯的使用安全 有些擔心還有一些疑慮 今天就有學者提醒民眾 電伏梯是用來載人的,不能夠用來載貨物 因為很容易過重而壯烈 另外也千萬別讓小朋友在電伏梯上面跑來跑去 三號這場捷運公安意外 雖然郭振傑手拿的三公尺金屬放空擋板並不重 只有十公斤 但放空擋板因為天花板高度不足卡住時 這步至少四十個階梯 每個階梯能載重三百公斤的電伏梯 大約一萬兩千公斤的動力 就全部集中在再有放空擋板的階梯上 當然階梯會斷裂,發生意外 近幾年來捷運電伏梯的意外事件不止這一桩 像是兩千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號就曾有六歲女童在台北捷運大安站 左手小指頭滑入電伏梯的扶手帶縫隙而被夾傷 兩千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號跨林夜 台北車站湧入大量人潮 有五名乘客跌倒受傷 其中一名護士頭髮被電梯板夾入造成撕裂傷 專家分析意外發生原因都是人為因素 另外川家也表示捷運電伏梯靠右站 讓旅客從左邊快速移動的觀念並不正確 你千萬不要在上面行動 行動的話萬一電伏梯有發生什麼緊急煞車 或什麼事故的話 你的反應一定來不及 陳景祥也提醒老人 孕婦與行動不便人士進出捷運站 最好改搭電梯 而民眾在搭乘電伏梯時也務必緊握扶手 站穩踏梯才能確保安全 記者張志雄 張子佳特別報導